我覺得還是要跟過年綁在一起 因為平常時候我就怕過年時候真的很不一般 過年時候就是民生物資都要充裕 大家也願意多花點錢去買好的食材 但沒想到雞蛋都沒有 民進黨執政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是我們幾十年政府的各級官員會做的事情 到了民進黨全面執政的時候就突然不會做了 事實上像這種什麼時候物價可能會上漲 什麼時候的哪一些貨源會缺乏 我們需要怎麼樣的補充 或者是什麼時候要注意可能有怎麼樣的疫情 或者是因為氣候溫度的變化會產生什麼影響 開玩笑 台灣這幾十年來不都是這樣嗎 有沒有打算一下 我製作人給我一個訊息 我覺得非常有趣 來放到大屏幕上給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也是蠻諷刺的 來導播放到這大屏幕上給大家看一下 那本書大家還記得嗎 為了競選寫的這個書 導播你有聽到我嗎 有喔 來 我們放這大屏幕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書的封面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那比較清楚一點 記不記得 小英的書 來導播封面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封面有沒有 看起來蔡英文 洋溢著文青的氣質 然後看起來這個臉上洋溢著光芒 在蔡英文的臉書 2011年的11月29號 昨天是蔡英文自傳的新書發表會嘛 她的新書自傳叫什麼 從洋蔥炒蛋 小英便當 洋蔥炒蛋到小英便當 現在報告總統 你的任內 蛋沒了 只能夠單純炒洋蔥好不好 永平 對 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原物料上漲 雞飼料上漲 這件事情 它可能是一個全球性的發展 甚至可能說某種原因造成的一種災禍 可是這個事情是你早就會知道啊 你是可以預期的啊 你是有預備的狀況啊 然後你是能解決的啊 剛才我覺得楊明講得很對啊 他當時候一發現說 飼料上漲的時候 他就趕快那個農委會 用像我們什麼颱風風災的部分 或者怎麼樣 我們就緊急補貼 農委會的職格本來就是要做產銷平衡嘛 對 你就緊急補貼基農嘛 而且呢 你甚至可以做短期的 你就讓他先度過過年的這個難關 大家都不要講說什麼蛋基本款了 大家只要講一件事情 什麼叫做過年 就是一群人呢 大家沒事幹 每天大家就聚在一起 就從早吃到晚嘛 所以你不是只有蛋不能缺啊 你食材不能缺嘛 你看最近疫情開始變嚴重了 我都還特別提醒我媽媽說 你一定要那個年菜 早做準備喔 你不能夠想說 我到了快過年的時候 我才去訂 才去買 我說萬一那個地方 又來了一個傳播列 就那家店突然被關掉了 你要訂什麼東西 會突然被取消喔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過年的時候 大家都在準備這個事情 本來每一年我們對過年期間 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食材供應的穩定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工作 如果民進黨還好意思說 他是吃洋蔥便當出身的總統 然後你想想看 今天想買單 都沒有辦法做得到 然後這個鳳梨世家一大堆 就暴飲暴食的概念 這些都跟這個產銷平衡有關 不過說真的 我幫鳳梨世家講句話 我最近吃了幾個鳳梨世家 超級好吃 真的很好吃 完全顛覆了我的想法 那你不能吃太多了 我以前以為 以前世家給的那種暖暖 我以前以為傳統的比較好吃 好吃的吃鳳梨世家太好吃了 真的在滯銷我鼓勵大家趕快去買 鳳梨世家有一種變成像那種 奶昔冰淇淋的那種口感 就是說你一開始看它好像硬硬綠綠的 你就要把它擺幾天 它只要擺到稍微收 我覺得就非常好吃 之前大家送禮全部都送鳳梨世家 要幫人 但是一盒裡面七八顆 它是同時軟你知道嗎 對 同時軟的時候就有點來不及吃 沒錯